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主题是波兰宗教与文化 希望借着这样子对谈 让我们能够认识更多波兰宗教与文化 当然波兰宗教就是以天主教为主 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 来去看到中文的宗教面的呈现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金神父和虎兄弟 请掌声鼓励 各位基督姐妹们大家午安 我想我们就一个小时 我为了这个主题 其实很沙腦筋 因为我没去过波兰 我们都不知道波兰是怎么回事 所以找一个枪手来 孙女他是波兰人 他应该很清楚 所以尝试的就问了很多人 本来讲 还叫波兰的话 刚才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天主教图 不知道法律二世 是波兰人 波兰的首都华沙 还有一个很有名叫华乐沙的 是不是这样 还有波兰的香肠很好吃 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知道的 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天主教图 那我们也知道波兰的中学 中学以下都是有上宗教课程的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那也有一些学者说 波兰的宗教与国家 与整个分为政治 天道的关系 如果你反就说你叫等于反就等于波兰 国家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宗教已经分 波兰的整个文化 国家深深的 一个不可分的一个 关系 但我想我现在不是 波兰人 那我们大家一起到地的 宗教组长的 我们的圣文区女会的 五家新修女 她来工作 做一些 跟她们的分享 我们用最小的掌声 不是不鼓勵 不要吵别人 欢迎宗教女 谢谢金神福的邀请 她请我把我今天的演讲 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关于 我个人的介绍自己 然后介绍简单的波兰的历史 然后介绍我们的宗教 还有一些宗教的特色 那从我开始 我是波兰南部西里西亚人 我是一个像村庄的 其中一个 我们的人口很少 690一个人 那 这是我的家人 我们都是天主教徒 我的父母现在七十 妈妈七十八 爸爸七十九 他们今年有五十五周年的婚姻 他们也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我也有两个哥哥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 一个哥哥比我大十二岁 另外一个比我大九岁 他们也都很支持我 那我从小就是在乡下长大 所以对大自然 还有在农场的工作 很有了解 那我从高中毕业后 2011年 入深深被女传教会 只是在快五十个国家 的一个学会 也在台湾 我为什么有入这个学会 因为它非常有 多文化 跨文化 国际性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得到 虽然我们是同样的修会 但是 不管穿在印尼的会衣 或是在印度的会衣 或是在非洲的会衣 都是同样的 深深被女会的修你们 所以我非常喜欢 因为有这个 真的姐妹的感觉 那我也入修会 修会拍我 念心理学 所以我就得到了 心理硕士 那 2012年 六月 发重神愿 然后 我的父母也非常支持我 江湖我 然后我收到 派遣到台湾 那 台湾大家都知道 离波兰很远 但是 真的保持一个 一个新娘 也 析了的心 就到了台湾 发重神愿 才两个月后 所以很快 那我在 现在新竹 在小学学一年的中文 然后 第二年是在福大 语言中心 那 过了两年 中文学好 我开始在福人大学 做母龄 还有西宁的陪伴工作 这是一个 我们在宿舍办的 烘焙过年活动 大家知道 波兰人很喜欢做烘焙 所以我就接着一些 烘焙的秘密 跟学生分享 然后就也一起 庆祝过年 那 我目前也是在念 宗教系博士班 这是我简单的介绍 我姓 我姓 古家姓 波兰教 Katarzyna Kubica Katarzyna就是Katarina 古代的古 不好意思 第一章就已经有写的我的名字 那 现在 大家知道 OK 只是 简单的波兰介绍 我们两个颜色 白色的代表纯洁 红色的代表 一种寻道奉献为国家 那 波兰是在 中欧 按照这个 大银百科 诠释 很多人说是东欧 但是其实它是中欧 波兰比台湾大 九倍 那我们大部分的地方 就是城市六十趴 然后农村三十九趴 然后我们的人口就是三千七百万 那一些 大家看到了 南部波兰是山 北部是海 为什么叫波兰 因为波兰意思是田地 我们国家很多田地 所以 波兰 可以也叫田地国 这样 那我们的风景也很美 我们有春天 秋天 也这个跟我们的整个文化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大自然 所以大家 大家 在传统的一些艺术都会放自然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村子 一些房子也有很多花 那每一个地区有它的传统的文化 那大家也认识小邦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人问我 到底小邦是波兰人或是法国人 因为爸爸是法国 但是我的回答是按照小邦所写的去 就是也是按照波兰的传统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他的心真的是波兰人 那现在可以看得到 之前1931年 波兰是比较多文化国际的国家 现在是真的百分之96都是波兰人 那简单的跟台湾比较 当然我们的人口比较大 但是台湾人这个平方公里人比较多 这里看得到626人 波兰人真的只有126 那台湾人也活得比较久 然后台湾人也比较用网路 波兰人只有77% 那我们的出生率比台湾高 但是其实很低 那在最后的一个可以看得到 我们大部分的是天主基督宗教 天主教徒 那台湾当然是民进信仰佛教道教 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 也大家都知道波兰有下雪 但是这是一个有时候浪漫的感觉 因为真正的我们的生活 冬天很麻烦 交通很不方便 波兰人因为是 这个主题是文化 也有一点文化 所以我要介绍 这是一个 我现在发现 我是播放另外一个PPT 有比较多英文的字 没关系 因为波兰人不喜欢冬天 所以春天到了 他们做一个冬天娃娃 然后把它燃起来 然后你逼它 所以 这是冬天娃娃 大家要跟冬天说再见 那现在介绍一下波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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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大概知道 因为这个对我们文化也很有关系 我们是一千年前领袭 整个国家领袭 然后 也一个很大的我们历史的点是 大家大概觉得欧盟是欧洲第一次的一个蒙连 但是其实已经1569年 波兰跟立陶宛已经建立了一个联邦国 那另外一个大家也应该知道 是波兰被三个被布鲁士 还有俄罗斯 还有奥地利国 瓜分三次 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到三次 最深的颜色就是第一次 然后 这个是第二次 然后最前的颜色就是第三次 这个非常影响波兰 这样就123年没有这个国家 那只是波兰独立 台湾独立节就是double ten 那波兰独立节是double eleven 这个很容易记得 现在也是二十我们二十年真的有自由 但是因为第二个世界大战就开始第四次波兰的瓜分 这已经一些人有跟我分享我们的历史 这是也我想分享就是在我们文化对文化的发展 也对宗教的一种影响有 不好意思 这是波兰的 就是第二个世界大战的时候 所有的被杀的对文化有影响的人 这里可以看得到比例 有39%的医生被杀 33%的老师们 然后30%的学者 包含700个教授被杀了 然后28%神父们 然后26%的律师 这个非常影响我们以后国家的一种发展 那这里可以看得到一些 这是第二世界大战的结果 这以后波兰慢慢把这些所有的毁灭的地方重新改 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王宫 我们国王的城堡 那现在已经重新改了新的 所以这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国家 大家知道第二个世界大战 就波兰开始共产主义 一些人非常兴奋 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未来 但是以后发现这样的共产主义 其实带来很多不公平 很多不自由 然后很多贫穷的状态 所以大家开始抗议 这里看得到大家排队 很早需要起来三点 早上三点要去买东西 那人非常不高兴 所以有三次波兰来 再来老百姓抗议政府 然后政府真的用暴力要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真的大家已经没办法忍耐 然后又收到 然后又收到 Ruan Pablo XX的鼓励 就建立了一个团结公联 然后就抗议这些所有的不自由 不公平的情况 那2014年 波兰就是变成一个欧盟的国家 那OK 这是一个很兴奋的 我现在要讲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就是这是我想象附近的一个城堡 这是好多年好多年共产主义的样子 但是因为现在真的国家发展非常好 所以这是现在它的样子 改了很多波兰很多地方 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那也有很多人问我 现在在我们的乌克兰的情况 我上个礼拜有看一些资料 他们说中共在这个一年的大战 有九百万乌克兰的男民 经过波兰的 进来波兰 但是也有七百万回去了乌克兰 那最近差不多每天有两千三个人进来 然后差不多两千七百个人回去乌克兰 那目前真的住在乌克兰有一百五十万的男民 那德国也有蛮多一百万 然后捷克有四十块五十万 这是一些简单的历史 好谢谢兄弟 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一下突然的一个过去到现在 那我们讲今天关于宗教方面 我们讲的不然是一个天底下的国家 但是我们也不仿认 现在整个无神论 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 消费主义 享乐主义 其实在影响整个世界 其实是波兰 这么样子的一个热心的一个降格的国家 但这部分都有很大的冲击 甚至我们不否认 教会内有很多的恶表 而且这些恶表 也真的来自于神人人 这个东西 确实也造成波兰教会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想请周主 各位谈一谈 关于宗教方面 目前波兰的情况 好 谢谢神父 现在我就想分享一下波兰的宗教 那当然很多人想在教会结婚 然后有一种传统的婚姻 所以我就学了这个照片做一个开头 那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目前有宗教 说有宗教有93% 那有天主教的宗教是91 十一年前我来台湾第一次分享几个人 承认是天主教徒 这个数字是97 今天就是91 那其他的也有一些东正教 还有耶和华建政制 对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 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奔堂 其实算蛮多 一直有盖开心的奔堂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当然我们参加Misa的人数有减少 其实疫情前只有36%的交友真的去教堂 那临身体只有16% 那疫情后这个人数就更减少 目前神父们说到2015年 不断的有增加神父们的人数 但是现在也有减少 减少化 那希望你们大家可以自己看 目前波兰有50个中修院 那也之前到2011年 修士们的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 那之前有快6000个 现在有1300多个 当然这是2001 现在的2002年的一些统计 我还没拿到 因为真的还没整理好 所以 那灵系的人 还是 当然有一些减少 但是还是蛮多 那这里在 所有的波兰的学生 愿意参加道理课 有85% 所以其实算蛮多 有时候说 是不是年轻 波兰年轻的人 不想去教堂 或是想跟教会分开 但是我看到这个数字 我觉得还是蛮多 88%的学生想去参加 那这里是一些 疫情的时候 有11%的交友 有参加 看 参加online 就是一些电视台的 MISA 没有包含 我不知道 online 电脑的 网络 不知道 另外一个 也有一些 香港教会 叛教 目前我看到了 一月 有2861个人 有叛教 所以其实也不太多 那也是 我觉得一个 波兰的特色 就是 陪伴家庭 在波兰有 2300多个 一些 家庭 陪伴中心 也有 5000 资产师 然后也有一些 非常专业的 天主教的 家庭资产中心 有帮忙 快 快 三万 一千个 教友 那 现在 现在 一个 我也觉得 蛮有趣的 研究的结果 是关于 波兰年轻的人 对教会的态度 这个是2022年的 当然 波兰年轻的人 还是因为 传统 跟家 父母有关系 所以 跟教会也有关系 他们 波兰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OK 就是一些年轻的人 觉得 教会是一个机构 教我们道德 另外一个是 年轻的人期待 教会可以提供 一些地方 年轻的人可以聚会 然后 神父们 可以提供他们的时间 多陪伴 年轻的人 然后 希望神父们 多愿意 meet 就是 跟年轻的人 见面 在一起 这里 看得到 hostility 就是一种 对教会 有一种 憤怒的态度 在八个人当中 一个人有 然后 有冷漠 在五个人当中 一个人有 然后 有一种 觉得 教会就是神父们的 团体 然后 年轻的人觉得 没有 没有感觉 就是 在四个人 一个 有这种感觉 那 继续 有一些年轻的人 参加 活动 但是 他们也没有 特别 期待 这个教会的团体 可以给他们 什么 然后 在这个研究的结果 其实 性别 跟住的地方 没有影响 研究的结果 那 研究只觉得 这个研究的结果 真的是 是对教会 一个功课 一个作业 教会大概要 真的多一点开放 然后多提供时间 然后 另外一个是 年轻的人 希望在 普通的 日常的生活 可以真的 体验到 跟其他的人在一起 然后 祈祷 可以受到 一起祈祷 一种 陶城 可以 交流 经验 也可以 受到一些 在危机的时候 一些支持 然后 希望 教会 给平行徒 多一些 机会 是 一些这样的 那 我现在 就想 因为神父也鼓励我 分享有一点 自己的 信仰的 特色 或是一些 我个人的 所以 我有学了一些 我小的时候 上 道理课 道理课的 故事 神父们修尼 跟我们分享 跟小朋友分享 我真的 因为 看到这些人的故事 我就 非常被感动 第一个是 我们的 圣 雅德维加 王宇 他 因为 很 很温柔 然后很爱贫穷的人 这个就很感动我 另外一个是 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一个 斯多 然后 我很欣赏 他对这个 宇宙的一种 有兴趣 也很赞美 也很想研究 这个也很 影响我 另外一个 当然是 郭伯神父 然后 他就为其他的人 愿意死 愿意奉献他的生活 在集中 另外一个是 我本来不知道 他不是天主教徒 他是犹太人 但是一直在 道理课 听到这个人 就是 Janoš Korczak 就 看到他 那么爱年轻的人 也很 影响我的新娘 然后 最后的 三个人 他是一个 波兰 怎么说 王国 就是 瓜分的时候 他是一个 婢女 他去 一些 贵族家庭 那边服务 然后他的故事 就是很贫穷 然后也很 服务 很安心 他也自己奉献给天主 发怨 真的怨 非常 影响我的 这个小朋友 另外一个人 是 Karolina Kuska 他是 也是一个 十四岁的 巡道者 他被一个 苏联的军人 要 怎么说 强暴 然后 他就 保护他的冲戒 所以就 也被巡道 好 那最后的一个是 福天的兄弟 我也很 被他的故事 就是这个 他是在农场 又是在乡下长大 然后被耶稣的 就被感动 然后就 相当兇 好 不要哭 OK 那 现在也是有一点 幽默的 接受波兰的天主教 就是 波兰真的到处都有 小教堂 所以 教堂很多 那 可以看一些大的教堂 或是一些很古老的教堂 木头的教堂 也是 庄头做的教堂 很大 然后 也有一些东人教的教堂 也很美 所以 在教堂前面 其实 很多波兰人 还是做一个十字神号 我有看到YouTube的一个 美国人 分享 他说 他去波兰旅行 因为他分享在波兰 他觉得什么是特别的东西 所以他当然 讲 吃的 喝的 但是他也说 他去花沙 去科拉科夫 然后去一些大城市 他以为波兰人 已经 很多没有信仰 但是他发现 在经过教堂的波兰人 都会花式的神号 所以 这个美国人觉得 这是波兰的特色 他没有看到在其他的国家 那 还有一个特色 是最近 当然很多女生 是去教堂 大家觉得 教会就是 女生的教会 但是其实在波兰 很多男生 喜欢念玫瑰金 然后去在城市 就一起念玫瑰金 这是最近的一个运动 我也自己很惊讶 因为这个是一个台湾人 寄给我的讯息 所以才开始查 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 那现在就是一些 大家都知道 波兰是庆祝圣诞节 当然是外表的 准备一些食物 但是这是一个家庭的节日 波兰人 就是这个 圣诞节前一个晚上 吃一个特别的晚餐 然后破一个面饼 然后这个面饼 也是代表一种和好的态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因为看到父母吵架 我就担心 是不是父母还是彼此爱 所以我每次看 圣诞节到了 我很期待 他们会破这个面饼 就是他们需要彼此祝福 然后说我宽恕你 所以我每次很期待 他们会讲这句话 然后他们讲 讲完了我就很放心 就是 对小朋友 这个 我当时有很大的意思 那也每一个家庭 也每一个家庭 就会当天 布置一个麻草 那也是我们的传统 就是复活节的 蛋糕都有些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那也是化 鸡蛋 也是鸡蛋 是代表耶稣复活的象征 那我们也十一月 都是为我们的国师的家人朋友祈祷 现在就是一个题目 我在这里写了 文化价值观与宗教 先看看 就是 因为波兰人在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 抗议 希望可以得到自由 可以得到公平 所以是一直抗议抗议 但是 1979年 让波兰二世被选当教宗 其实是一个真的 这么说 一种破冰 一种非常新的情况 因为他来波兰当时 在这里有一百万人 让波兰二世他说 亲神神将领 转变这个土地 因为他讲这句话 一年后 就是波兰人建立这个团结公联 在这个团结公联的网页 很清楚有些的这句话 就是因为 让保兰二世 将 神神请你将你 转变这个土地 他们才勇敢地做 那真的教会不断地支持 这里是 巴文萨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在这里 一辈子带着 黑神母的牌 我看到了 在他的脸书 他有解释 他有几个神母的牌 他虽然现在 有一点没有那么传统 但是还是带神母牌 另外一个 这个照片 也可以看得到 这些人都抗议 但是这里觉得 支持他的就是 Ruan Paulo二世 也是黑神母的一种支持 这是我们会看一分钟 一个简单的影片 关于 Popiełuszko神父 不是 等一下 Popiełuszko神父 他是 工人的一个 指导老师 是他的 武养人 所以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